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我們今次跟大家在西大傳說旺國之旅裏拿這一套左立尼烏帽的套裝 雖然衣服也不是說真的很帥 可能有人會喜歡也沒受到 其實這套裝最好的地方就是可以 令到我們用左立烏裝置的時候能源可以持久一點,內容一點 現在讓大家看看對比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最重要訂閱我們GameplayHK的YouTube頻道 首先我們可以去這個卡爾加嶺尿望台 目標就是在樓下我標示了紫色這個位置 紫色這個位置其實就是在這個島,北塔邦達天空豬島 在尿望台升上來 這個角度就會看到一條瀑布畫牆過去 不過這個方法就需要有一件卓拉海格 就可以在瀑布逆流而上 以及可能需要吃一點回禁力的食物 來到瀑布我們就可以逆流而上 這樣就可以去一個很高的位置 還未完結束,我們需要在這裡做一個飛行器 我們可以用兩個風扇機和一個操縱缸 這個飛行器其實應用的用途都很大,大家最好就做定一格 在藍圖裡面成為至愛,可以隨時隨地叫出來 因為有很多高處都可以用這個飛行器去過 那我們就拿這一格飛行器去紫色的位置 但其實電量是不夠那麼遠的,所以還有一個技巧 首先簡單說一下飛行器怎麼用 Analog 向下,飛行器就會向上 Analog 向前,飛行器也會向前 我們不斷地保持下,上,再下,上 大家先記住這個動作 當沒有電的時候 我們就要鬆手,再倒轉乾坤 用倒轉乾坤時間倒轉的時候 雖然我們位置會退後,但是我們正在回電 為什麼剛才我們要下上下上這樣 就是讓我們有一個落腳位,容易站 不要那麼容易掉落街,如果掉落街就失效了 繼續保持下上,下,上,下,上 其實目的就是在倒轉乾坤那一刻不要掉下來 所以我就會保持下上下上這個動作 想著在那段時刻容易站起來 如果大家練到其他不同的技巧都可以做到這個目的 也可以 大家留意一下,倒轉乾坤那一刻 我們的飛行器 那個動作 是很方便我們站起來 不會過分斜 以及用這個技巧,沒有電再用倒轉乾坤,我們就會賺了電 就是說理論上就可以無限遠飛 好,來到第一個目的地 我這件裝置其實有一點點選擇迷的玩法,要先啟動裝置 讓大家看看地圖位置 大家也可以選擇在地上用飛行器飛上來這一點也可以 如果在地上就需要去這個地方 即是大家就自己選擇,究竟你在浮空島飛過去 還是直接在地上慢慢升上去 以及要多練飛行器的技巧 我們再回到這個塔邦達天空諸島 先啟動了機關 其實這套裝我反而覺得飛上來是最麻煩 機關就是要去水,還有一些魚 我正常都會收拾 我們看到一個光芒照著那邊就是真正的入口 大跑棍棒又是你速動的時候 好,我們先進來搞個謎 在一個漆黑的環境 剛好有一個光芒射到進來 以及他給了我們一些鏡子 神廟都有玩過類似這樣的玩法 不需要照向旁邊的鏡子 再接射回去啟動的裝置 悔悔,我們看起來沒有很多是你的 大小路階的 那你去不要躺軸 是可以侮辱? 我們剛剛怎麼去哪裡 是可以用奇蹟的 然後我們趁在下一個龍捷 那你就不用再走 我到時候 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 我們 那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 你的我們的 這個照了在樓下 最後一個鏡就在這裡 再做技能,通天術 寶箱就藏在這個位置 拿到第一個裝備 左立尼烏帽子頭盔 之後我們可以來到這個基卡黑因神廟 這裡很棒,我們可以啟動 用個彈射裝置 首先過來這邊 平時這些裝置是會自動開的 但是這個浮空島是要先按一下 然後我們的目的地 看著上面 直接走上去,然後彈一彈 最好先解決魔像 這次我們要調校一點點角度 其實只需要看到上面的浮空島 大概這個位置都可以了 因為我們可以滑牆過去 空中飛人又來了 還看到那些魔像也是需要解決它 這次目的就是前面的球體 頂部是有一個入口的 而且要彈一顆石頭上去 有一點偏差,差一點點 撞寬 進去了,試了好幾次之後就完成我們 彈一顆石進去當然有用 不過如果我告訴你,可以不彈一顆石進去都可以 這刻還不算遲吧,不要緊,我們先試一顆石 我想看影片的人未必會這麼快快彈一塊石上來 先試一顆石 這樣就讓我們用來開制 如果不用一顆石,我們可以用大輪胎 兩個好像都不夠重 如果再弄一個,第三個會不會好一點 好,三個都同樣可以啟動到 所以說是阻納污裝置 就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情況之下都可以運用到 這個球體我之前都來過玩過類似的東西 我們啟動了外圍 令到它轉動之後 首先我們用通天術出發 因為它有一個圓形的入口 好 現在動動的話就可以進入 下半部分 我們找回它下半部分的入口 好,可以了 之前玩過的都可以藏好東西 這次這個 寶箱我們得到的是 左立尼烏武之護實 接下來這個浮空島都是用飛行器飛過來的 展示地圖,大家就可以去西哈特爾天空豬島 再用飛行器飛過來這個島 現在我就站在島的這個位置 首先要開啟座 同樣首先要開啟座 這個是左立尼烏武祭煉之島 看到上升氣流一定是浮上去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目的就是跟著氣流上去 一級一級這樣上去 這個應該是最後的 可以了 升到上來的頂 剛好有一個紅穴 其實紅穴沒有關係 所以不用理會了 我們就要在這裡 下去 沒事 幸好 旁邊還有一個神廟 神廟不是我們的目的地 我們其實要過來這邊 有熔岩的話 我們可以有很多方法 弄一些石 我們把冷氣果放進去 完成 當然我們最常用的技能 通天術 可以得到 左立尼烏武祭前掛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攻略 有了這套裝的能源這麼耐用 就更能發揮左立烏科技 記得留意我們頻道 日後會有更多西大傳說 旺國之類影片 覺得幫助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們支持我們 謝謝 拜拜